国会众议院星期三表决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 投票结果基本一档派划线 众议员们通过了提高工资法 Race the wage I could 自从2009年以来第一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这项议案还没有送交参议院 法案将在今后六年内把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增加一倍以上 大大高于目前期25美元的联邦最低时薪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到支持提高工资法的民主党议员与活动人士中间 2019年7月18日 法案还将把收小费的雇员的最低工资提高到同样标准 这些雇员目前的最低时薪是23美元 在民主党主控的众议院 这项法案的表决结果是231票赞成 199票反对 三名共和党众议员加入了多数党的行列 投票支持这项法案 六名民主党众议员投了反对票 众议院议长南西佩洛西南西佩洛西在记者会上说 这是为了员工 为了他们的经济与财务安全 今天是光明的一天 因为这会挤到我们国家这么多的人 虽然民主党人几乎一致赞成 但也有一些民主党议员表达了疑问 来自阿利桑那州的民主党人汤姆 奥哈勒兰托摩哈勒兰 和来自佛罗里巴州的民主党人史蒂芬妮 莫菲斯德菲尼·莫菲 推出了修正案 要求政府稳责办公室追踪法案的影响效果 并在全面落实掌心之前向众议院报告 修正案以248票对181票获得了通过 共和党议员表示了强烈反对 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将窒息经济增长 众议院少数党党鞭使蒂芬 斯卡利斯斯蒂芬克利斯说 这项议案将逃空数百万的美国9月岗位 他指的是国会预算办公室补的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预测如果议案成为法律 可能会有100万到300万美国人丢掉工作 国会预算办公室还预测 议案将让超过3000万的美国人涨薪 让100万人脱贫 在共和党主控的参议院 多数党领袖米奇 麦康·麦尔米·麦库诺 在接受福克斯商业台采访时 质疑说 现在经济正在蓬勃发展 参议院为什么要让经济萧条下来 这番表态说明 他不会让议案在参议院付诸表决 他不会让你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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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